國民黨立委 報君記是拿出 款度高速替路建設特別條例 錯案 將國法會訂做主管機關 本來國法會主委說 輕輕機制就能推動 免特別條例跟基金 還有說 建設計程 定十年 時間拍時間 這就引起立委的批評 為了推動華黨交通建設 國民黨立委 報君記 頂起提出款度高速替路建設特別條例 中國法會民黨立委主管機關 任國國法會的宿民資料 刷廉 現象機制 有夠推動高速替路建設 不需要兩立結白條例跟基金推動 應急立委這期退下質疑 對不對 因為交通部他所有的專業都在做這件事情 我們國法會真正負責這個交通的只有五個同仁而已 所以這個承擔分工是不太一樣的 有入委任務 看到國所替路建設特別條例 錯案有多幾半入委連署 三多同位記錄 但是國法會說不需要這個條例 但是國法會要退回錯案 國法會主委共民憲兵料 尊重立法院的決議 也支持交通建設 但是款度高速替出案 可以依照機油的機制順序去做 另外錯案中 明定款度高速替建設完成 不可以超過十年 國法會回應 十年建設期間很難實現 應該無實憑過 十年之內完成 您覺得合理嗎 包括從可行線研究開始到最後完工十年之內 相對於過去的各個計畫執行之一 相對是比較樂觀 可能跟實際上的需求 可能有比較大的差距 看到國際出案 那是可以參加通過的也不知道 只是出案還沒開始推行 只是主管機關 應驅電會交通部 也許國法會已經引起討論前期 記者總共報道